做高齡屋 堅持手工 新手做鞋轎 做转车 由帮 京董油路 又叫車家輸機 才是讓翁先生的高齡屋都真的看到 但這個生意也要帮大體做過鞋轎 還聽過 我最奇怪的是做男生性器官 社會案件大 好像夫妻被剪掉 往生了 然後把它補回來 在高雄區約40年的高齡屋工手 38歲第三代團燃燒油 免費用全年頭替摸架 保鞋轎也算是在一間 人已經黃身了 可是也要有個全脂 假如它是糖尿病的 有解脂的 我們要幫它做夾手夾腳 他在高雄區這棟 讓夫妻到位 小孩的時候 算是從身體內很難負責 因為當年一路來 背負到當後的氣窗車中大 在高雄區 塞浮一個人港 我跟阿公代代上團的百年公約 就要是團 我一定要把家族的手夾拾起來 現在科技發達 他剛才都走三點的營燒 但他優惡堅持 順手工的製作 被電腦取代的話 它這一個公寓我怕會遺失掉 不管是客座法要求 博靈仔的麻煩 或是歐山的保標 對燒油來說都不是問題 接單也有接一些廟宇的 廟宇活動或是一些 神明生日需要用到的東西 各式各樣的做動物之類的 他說高零屋 剛親唱一條叫 團桑親才對摸架的數量 責費的高零屋有一天 讓社會太刀 只要有人在訂 我就會一直坐下去就對了 電腦中心 高雄報道 做好 社會的隋廟有 貫難 這有機 很齊 through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